这整个颜色都是很暖 包括这个远处的这个黄里边 也有这种红的成分 虽然它有一点淡淡的绿在里边 也是暖的绿 只有这点是冷的 下边这个树皮呢 它反映着周围环境颜色呢 也是黄 跟它是协调的 那么这个是紫 黑的这个颜色里边 有点淡紫 也是对比颜色 所以这个里边除了黑白关系 黑白像这个里边 黑白灰的关系一边 还有种色彩的黄 大片的黄红调子 跟少量的紫对比的关系 所以这个颜色写得很响亮 而且很突出 在人家看了以后呢 就比较吸引人 这个造成一种意境 一种诗意 这个诗人说 双叶红于二月花 冬天 就是秋天 秋天双叶 双叶就是被双打来的叶子 就是双降了 秋天就是 这个双叶红了以后呢 看起来非常漂亮 就跟二月份看的花一样 这二月是过去讲的 印第的二月呢 就差不多是春天的 特别南方这花已经开了 这幅白蝴蝶蓝呢 可以说是万里送了一点红的 因为这里边呢 基本都是用的这个绿颜色 不同的绿 比如说这个呢 是花精纷染 照草绿 是淡 淡彩 透明色 这个呢 是黄点的草绿的 接着是金 这里边呢 是有墨 淡的黄草绿 有墨来纷染的 这个部分要突出它 用的是实绿 是不透明的颜色 这个白花呢 是黑白对比很亮 后边树干有墨的 寸的 这比较暗 是黑白对比 但是总的照的 全是绿颜色 树干里边有绿的成分 那么最对比颜色呢 就是它这个纯瓣 这个兰花的这个中心 有一点红 橘红 有点这个珠红的颜色 所以这个颜色 很突出 所以总的呢 是一个 幽深的 一个色念里边 周围全是 曼玛玫的绿的色彩 忽然呢 在白的 蝴蝶上 有一点点的红颜色 所以看见了 非常美 这幅画呢 这个 有两 画了两三次 这个在国外战乱的时候 被博物馆收藏 就很喜欢 这幅画呢 我们 这幅白蝴蝶蓝呢 可以说是 万里送了一点红的 因为这里边呢 基本都是用的 这个 绿颜色 不同的绿 对 相当地IN 帝国外战乱